人家說行行出獎玩 順地可惜誰人知道 照片台灣大小行 走對著鄉天的腳步 來去行啊來 又在這裡耶 嗨妳好 哈囉美女 請問這邊是流浪動物認養跟幫助的地方嗎 對對對我們那是一個平台 我跟妳講我真的在新聞上看到 好感動耶 是是是 對那請問我要怎麼樣可以 投入或是幫助一起做這個流浪選的 所以妳是想幫忙嗎 對對對 想幫忙其實就是 從關心開始就是先幫忙 是 所以我們會把我們有在幫忙的單位 就是把一些照片啊資料 然後貼在這邊做一個展覽這樣子 就像這邊是領養會 就是貓狗大家 欸 領養代替購買嘛 對 就用領養的方式認養這些流浪貓狗這樣子 讓牠們有一個家 這邊就是一個單位 這邊就是在收容那個流浪貓狗 就是 收容的 對對對那些被遺棄啊在外面 沒有地方住然後再 或者是一些受傷的 對所以我們就把它都 放在這邊做一個展覽這樣子 所以妳平常妳是 當住 平常 在裡面做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平常的就是一個很特別的角色 蛤 就是 就是 有開自己的工作室 也有去投入去幫忙 幫他們宣傳的角色 所以妳也會幫助他們 比如說像狗飼料 如果需要 會啊我們每一個半月都會去捐狗飼料 或者是有一個人要帶貓狗 電話來 我們都會約 我們約聖母親人一起過去 去幫忙這樣子 妳說妳是 浪浪的正義俠女啊 老公公 老公公 沒有 小小女公 真的很棒耶 因為其實人家常常講 用 任養代替這個 哦 棒嘛 因為生命買賣的話 真的是 對 看起來很可愛買回家 看到老人生病的 就把它丟掉 看到那些影片都很生氣耶 真的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 所以希望可以開始投入 可以可以可以 只要一起關心就可以一起投入 這是一個投入的開始 我們上面還有帶你去看看 好啊 走吧 這個就是剛剛提到那個黃瑄媽媽 嗯 是 對 狗圓的那個媽媽 好用心喔 對 然後還有我們要幫那個 流氧動物的單位來做這個 內養代替購買的貼紙 這是你設計的喔 對 我設計的 這個也是嗎 是是是 這是米克斯 好可愛喔 對 哇 真的是超可愛的 欸 這圖超漂亮的 這個百合花吧 對 百合花 這都是你畫的嗎 對 對 我畫的 很會吧 所以 我現在看到了 嗯 是彩繪的吧 對啊 我們手畫的 手繪的 手繪的 對 用油漆畫的 你畫的 對對對 所以你是美式老師 其實我是 氣氏 詩 文的是詩 刺的是故事 讓一句話 一張圖像 刻印在身上 成為人生指南針 熱愛生命的愛心刺青師 小胖 歐克拉的導遊 我們的愛心工藝達人小胖 原來是刺青師啊 失禁失禁 不過 當初是怎麼接觸 刺青這個工作的呢 從 國中那時候就想做這個行業了 可是長 之後就一直 就半工半途 然後一直在做服務業 工作十幾年之後 就是在經歷過一些事情 的時候就 因為之前都做工作嘛 然後後來 可是因為 因為有經歷過一些過程 比較曲折的過程 然後就體會到 如果我們今天要選擇創業 因為刺青也是創業啊 就要真的 能為別人負責任 那你在刺青過程中 有沒有遇到 比較讓你印象深刻的客人 其實蠻多都很印象深刻的 對 就是因為這邊的話 那個紀念性的刺青比較多 紀念 對啊 紀念生理 紀念死別 比如說 他的家人怎麼了 他的母親怎麼了 他的 實際上的那個 非常多啊 我們一年幫客人 紀念家人的次數 超過一年的314天 而且有時候可能 而且有時候會有一些巧合 一整天進來 今天都爸爸過世的 三五個 小胖請不要開玩笑了 你有這種故事 真的真的啊 一整天然後很懸 然後有時候一整天都阿嬤的 因為有時候可能 第一個客人是阿嬤 第二個客人是阿嬤 不想到是不是第三個客人也是 結果真的也是 那你有比較可以 個案東西跟我們分享嗎 就是有一個妹妹 他就會來吃 他拍一個照片 然後照片上面就是 叫他可能 要加 考試要加油啊 爸爸媽媽都愛你這樣子 用手寫的啊 自醜醜的 原來疑問之下 才知道那是他之前要考試的時候 他爸爸偷偷寫給他塞在他的課本裡面 真的喔 他爸爸現在已經不在了 他把他爸爸手寫給他的那一張紙 用那一張紙一模一樣的字跡 是在他身上 吃青這件事情其實就是很大的選擇 我們要重新設定自己皮膚的樣子 而且 對 要那個有那個勇氣 不是說只有吃青了 是吃完之後被人家詢問 啊你這裡 就像人多一個巴 就像你平常受傷人家都會問的 更好都是一個圖案 然後你要怎麼面對這個 就是以後 大家永遠遠遠遠都會問你 又問你身上這個圖案 對 一樣眼光來看 對 一樣眼光要好奇各種 對 所以要很 就是 除了勇氣還要有準備 重新設定皮膚的樣子 這句話就是刺青最根本的選擇 身體法夫受之父母 只有最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才能用最深刻的紀錄方式留下來 可是我看過 國外有一些 譬如說是因為 乳癌 可能胸部切除之後 是 那他可能沒辦法重建 那好像也有刺青師 他是幫他做一個重建的部分 就是幫他刺青 漂亮的獨騰 對 可以算是撫慰他的心靈 是 你這邊有遇過嗎 我這邊遇過是有一個 有一次很特別 有一個母親打電話來 然後我想說 欸怎麼了 怎麼是一個媽媽 他說小姐那個我 我女兒想刺青 媽媽幫女兒問 對對對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就問他女兒幾歲 他說女兒十六 然後我就跟他說不行 我們要滿十八歲 就去問媽媽 才知道為什麼 他們是爸爸風災的時候在乎 然後女兒那個時候是被汽車壓在下面 那女兒那時候還年紀還很小 然後就 整個人被車子壓到 嗯 然後肩膀到手這邊就是 有一道這麼長的疤 從肩膀可能到 整個都是疤 對 然後這麼厚的疤 就一條 像手上有一條 這個是 真的是 不是大家都能有的一個 對啊 影跡 對啊 那個時候妹妹又十六歲嘛 她青春年華這樣子 所以 然後 可是因為我們還是 不幫位嘛 十八次 但是還是接 他們住賈仙 然後他們就從賈仙過來 然後我就看到 哇 那真的是很明顯 對 然後 因為 妹妹不想要再被問了 因為女孩子嘛 那會有一樣眼的感覺 對 會有一樣眼的感覺 你看那個人手怎麼會 好醜喔 對對對 所以就是幫她刺了花啊 刺了一些漂亮的 彩色的圖案 這樣子 然後妹妹還蠻堅強的 她 從 爸爸風災那時候 被車子壓在底下 到整個刺青 刺青是蠻痛的 刺青是一個蠻痛的過程 她刺了快 兩個多小時 你看兩個小時 你都會被刀割 沒有麻醉 然後 那個妹妹很厲害 你看她從風災到刺青 往她一滴眼淚都沒有掉 替人修復外表的傷疤 但內心的坑洞 卻更難填補 正是因為這些故事 讓小胖的內心 更加堅定 幫助弱勢這件事情 那麼當初是怎麼開始 公益這件事呢 做愛心這部分 就是 呃 以前 就 剛剛有提到嘛 就從以前就很想幫忙了 然後既然 我那時候選擇開店 我就有先想到 欸 因為我是開工作室 就像開店一樣 開店就是 比如說飲料店也好 它一間店就是會面對很多客戶 大家會去買飲料 然後 可能這個地方 就會變成很多人都會去過的一個地方 那 以前的時代不是有什麼公布欄 一個社區 一個鄉村都有一個公布欄 大家就會藉由公布欄知道這件事 那我覺得有時候開工作室或開店 就很像一個公布欄一樣 人家除了來刺青 可是 我們還能不能去 說 釋放出什麼訊息 能讓來的人也帶走一些什麼 我覺得也是好的 那這種就是社會公益嘛 就是幫助那種 反正我們能幫助 我們就是比他們有能力 不是說我們都他們很弱勢 是因為動物他們沒辦法工作嘛 沒辦法賺錢 所以我們去 又把我們能力分一點點 到他們身上這樣 所以來這邊 你的刺青的顧客 知道你在做這個流浪泉的這個善意的話 很多人你願意一起投入 對 但是這個 一起來做這個 這其實是興趣 所以 因為大家的想法 其實每個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樣的 然後這個是 就是 好像是一件善事 是一件公益 但是不一定每個人心裡都是這樣的畫面 有些人會不喜歡毛狗 跟他什麼事 對 所以就是 就是因為你 可是你堅持做這件事啊 然後就會有志同道合的人來 對 我不會每個人都喜歡 有些人也很反感 說哎呦他們在做那個 他們搞不好平常 就覺得路邊的狗都會咬人 什麼的 或許他們的社區也有狗 在打擾他們的安寧 可是 我們就是把我們知道的 就是堅持著做下去 然後讓那些漸漸知道的人 覺得做這件事情太快樂的人 覺得我們在吸引這樣的人 萬事起頭難 但小胖認為自己要成為那個起點 工作室就像布告籃 來過的人會延續這個念頭 再經由交流 逐漸讓更多人知道 有一群弱勢的動物們需要幫助 那我有沒有看到 對 屏東 對啊 就是有時候人家要看成房東 你有愛你的房東嗎 不是 他是屏東沒有錯 今天我屏東人嘛 這個就是家鄉的名字 這個就是關於自己 因為我們有時候說 我們愛我們的家鄉啊 對 我們愛台灣啊 我們做自己啊 其實我們根本不知道愛是什麼 或做自己 自己到底是什麼 所以就是 自己有印象有關聯的事情 就是可以更去認同他 對 認同他認同自己這樣子 心中有愛 就會認同 小胖用自己人生的經歷 與客人的故事 重新詮釋了刺青藝術 不斷精進 讓自己更有能力 才能去幫助更多弱勢的族群 感謝小胖用故事以及行動 讓更多人知道 還有弱勢的族群需要幫助 這次的來起行啊來 成功